这样做的酱肉包子太好吃了 我一口气就可以吃个三十五六个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小崔 我们先来调做包子的面 500克的面粉加入4克的酵母 3克的物理炮炸粉 还有5克白糖 再加4克的猪油 300克的水 把它调成面絮 再把它揉成一个面团 揉好的面团 我们盖上盖子 让它熄发30分钟 天气不同 心发的时间也不同 做酱肉包子 最好选用这种前甲肉 或者是五花肉 三分肥 七分瘦 吃起来口感更好 我们把猪皮给它去了 把它剁碎 这样手工剁的 猪皮机器教的好吃一些 不要剁得太碎 留一些颗粒 吃起来口感好一些 把肉剁好了 我们开始来炒馅 这个油一会儿多哈 我们舀点出来 把肉啊 这样子给它炒散了 我们加一些老姜 放点料酒 给它去腥 加一勺豆瓣酱 给它炒香 上色 酱油 再来加入两勺的甜面酱 两勺黄豆酱 这样给它炒香 炒上色 酱香味十足 再加入一些水 给它熬一下 这样吃起来啊 肉不发财 更好吃哈 我们加入三勺的白糖 一勺的胡椒粉 给它调味 再盖上盖子 用小火啊 给它煮个十几分钟 这样肉啊 吸满了汤汁 更有味道 吃起来不发财 炒好的酱 放凉了之后啊 用包箱膜蒙起来 放到冰箱 冻一下 这样包的时候啊 炒好包 这是我们新发好的面 里面呢 起了很多蜂窝叶 我们再来跟它揉一下 拍下里面的气 揉好的面呢 我们拍上干粉 给它改成条 再把它下层 30克左右 一个的机制 下好的机制 我们这样用手压一下 再用干面杖啊 给它擀开 这个时候啊 再把我们调好的馅儿 拿出来 放上一些切好的葱花 今天是用的大葱 也可以用小葱哈 把它调均匀 接下来就是包包子 包包子的馅儿呢 我们多放点 好吃一下 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整好的包子 白白旁旁旁的 非常的好吃哈 皮儿薄 馅儿大 汁水满满的哈 咖啡 银子 我们下来就给大家看 我们下来就好了 我们下来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